哈登当初刚加盟76人时,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 作为联系的恩比德,更是多次赞美他,并信誓旦旦表示,期待和哈登一起独冠。 然而在今年旧赛上,哈登拉快表现,确认得恩比德十分不满,甚至多次战船内涵指责哈登。 今日,非常知名记者更是爆料,恩比德已经不想和哈登继续合作。 他甚至表示,哈登在76人对内的作用还不如西蒙斯。 如果管理层不交易哈登的话,他没有动力继续打下去了。 另外,恩比德还表示,自己渴望交易加盟惹获联手巴特勒。 恩比德这番话引起来球迷热议,但部分球迷都知道,其实,当76人被惹获击败时,恩比德就惨直言,自己很想和巴特勒一起打球。 他甚至嘲讽管理层,当初交易巴特勒的决定。 可见,和哈登这个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二货相比,硬汉巴特勒才是大帝最想合作的对象。 从这也可以看出,现在,恩比德和哈登已经彻底决力了。 以哈登现在的处境,想要挽回队友和管理层对他的信心,他必须要做出重大的改变才行。 那么,你觉得哈登下赛季还会在76人吗? 优优独特超红 来了 完成 注意